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赵佑 今天要來討論一個我也很常被問到的問題 到底怎麼抓肌肉感受度 很多新手可能不知道怎麼抓肌肉感受度 特別是一些比較少用的肌群或是動作 通常我比較常被問到的都是背部訓練 或是臥推這類的多關節動作 因為訓練的動作種類實在太多 我沒有辦法在影片一一的解釋每個動作 不過我在今天的影片中會告訴你一些方法 假設你的動作都是正確的前提下 讓你在做訓練的時候可以增加一些感受度 第一個方法是在正式訓練前先預熱你要鍛鍊的肌群 例如你等等要練胸 你可以先挑一個練胸感受度最高的動作來做 例如飛鳥夾胸 你可以用比較輕的重量多做個幾下 讓自己先習慣那個肌群發力的感覺 對你稍後的訓練會有幫助 第二個方法是在訓練時想著你要鍛鍊的肌肉 這個方法聽起來很玄 但它是有研究證實的 研究的連結我一樣會放在影片底下 你在訓練時不但可以想著它 還可以盯著它摸著它感受肌肉的收縮 這對一些多關節的動作也有幫助 例如很多人在握推時抓不到胸的感覺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在握推時想著用胸肌發力 你的身體會自然多徵召一些胸肌來發力 不過這邊要注意一點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大重量 例如ERM的80%以上 其實這種重量還要追求感受度 我覺得意義不大 重量越大 身體會本人的徵召更多肌群參與 你這時也很難特別專注在某個肌群發力 第三個方法是快速舉起重量 這個方法一樣是有研究證實的 當你在向心階段充滿爆發力的快速舉起時 你的身體會徵召更多你所訓練的肌群 但是舉得很快 不代表你要用代償的方式把重量晃起來 你還是要專注使用正確的知識 所以我不建議新手使用這個方法 特別是你對動作控制還不熟悉的時候 你可能舉的半天都是在代償 一樣沒有訓練效果 雖然舉得很快 你還是要注意離心速度 你不用刻意放得很慢 但還是要控制重量 而不是直接讓地心引力把重量拖下去 這點我們在以前的影片已經說過了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對我來說像深蹲、臥推、硬舉 這幾個多關節動作 主要的目的就是使用更大的重量 訓練你的神經傳導 讓更多肌群參與 同時累積更多訓練量 這幾個動作在做大重量時 還刻意追求感受度 我個人覺得沒有太大的意義 當然你追求這些動作的感受度也可以 我會建議你除了剛剛說的幾個方法外 你先用輕一點的重量慢慢做 20RM你可以掌握了 再加到15RM 15RM可以掌握了 再加到10RM 不過這些都是建立在你的動作是正確的前提下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動作 我建議你先找一個有經驗的人教你 透過網路或是影片 當然可以學習 但你很難真的把一個動作的細節做好 也會增加很多受傷的風險 以上就是我推薦可以增加感受度的方法 希望對你有幫助 假如你喜歡這個影片也請幫我按個讚 分享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關注我的粉絲團跟IG 那邊會有更多照片跟健身知識的分享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謝謝大家